欢迎收看PUBG Master League Phase 1赛制说明影片 PUBG Master League Phase 1分为公开赛、例行赛、总决赛三阶段 本次例行赛共有24队 分别为2018 MPLS2总决赛前12名队伍 以及本次公开赛晋级的12支队伍 例行赛为期两周,共9天 24队将分为三组,进行三循环赛事 每天进行四场比赛 第一场为沙漠,后三场为求生岗 依照每一场排名与其杀数,队伍将会获得相应的积分 例行赛排名最后8名的队伍将下放至下一季公开赛 而排名1至16名的队伍将晋级总决赛 晋级PUBG Master League Fest 1总决赛的16支队伍 将在3月29到3月31日于线下总决赛中一决雌雄 总决赛三天各进行五场比赛 第一场第三场为沙漠 其余场次皆为求生岛 总决赛排名倒数四名的队伍 同样下放至PUBG Master League Fest 2通开赛 总决赛排名的前12名队伍将获得PUBG Master League Fest 2 例行赛参赛资格 如同例行赛 依照每一场排名 队伍将会获得相应的积分 15场比赛后 PUBG Master League Fest 1的冠军就将出炉 至于游戏设定的部分 本联赛因应Super国际规章调整了以下项目 关闭轰炸区 与信号枪 总物质量为1.8倍 狙击枪射手步枪掉落率为3倍 无极步枪掉落率为1.6倍 子弹掉落率为1.1倍 调整读气圈的缩圈时间与缩圈速度 本次联赛总奖金为200万新台币 依照以下方式分配 以上为PUBG Master League Fest 1的赛事说明